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日本厂商新推出了一款无人驾驶电动小巴 透过GPS定位自动驾驶 不过呢受限于法令限制 所以目前只能够在私人土地上提供载客服务 欢迎收看UdnTV就要国际新闻 我是王显瑜 欧洲国家杯足球赛 台湾时间今天11号凌晨举行了冠军战 由地主法国队出战葡萄牙 而虽然葡萄牙巨星C罗 上场不到25分钟就阴伤退场 但是葡萄牙还是靠着在延长赛的神来一脚 成功以1比0击败了法国 也拿下葡萄牙队史上第一个国际级的足球大赛冠军 不论是地主法国队还是旅创惊奇的葡萄牙队 双方球迷抱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迎接2016欧洲国家杯最终战 法普决战10号晚间在法兰西体育场开梯 31岁的葡萄牙巨星C罗要率领队伍夺下家机 但他却在比赛不到25分钟就因为左膝伤势黯然退场 但队友没有就此认输 双方正规赛提完维持0比0 但葡萄牙靠着替补前锋爱德在延长赛 以及25马远舍踢破法国球门 最后就以这一分之差气走高卢军团夺下欧国杯冠军 获胜后葡萄牙球迷开心地在翔蟹大道庆祝 而葡萄牙首都李斯本街头也涌现大批民众 彻夜狂欢 法国却有球迷不敢裸败在巴黎街头剧中闹事 让警方不得不丢职催雷弹驱赶 而早前也有民众因为挤不进艾菲尔铁塔的球迷观赛区 就在场外闹事 甚至还有人放火烧车 这次夺冠对葡萄牙来说意义重大 因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在大型国际赛中拿下冠军 这次终于如愿也让葡萄牙的足球发展登上新高峰 UDNTV 陈欧元宾一 足球场上热血沸腾 另外在网球场上Andy Murray 也到达了他人生的新高峰 温布顿网球锦标赛 众所注目的南单冠军出独了 世界排名第二的地主选手 英国希望Andy Murray 对上了第一次闯关大满贯决赛的 加拿大重炮洛尼奇 最后Andy Murray 他以直落三打败了对手 并且拿下他自己生涯第二座温布顿金杯 世界排名第二的英国网球名将Murray 对上加拿大重炮Ranich 不过首都闯关的Ranich 对上11度大满贯争贯的Murray 经验明显不足 强势发球与上网抢攻多次遭到化解 让Murray以6比4先下一盘 第二盘战况越来越激烈 两人呈现拉锯 形成抢7局面 最后Murray以7比3抢占上风 再下第二盘 第三盘两人仍打得难分难减 Ranich虽然多次落后仍奋战不屑 战盘6比6再延抢7系码 Murray最后抢得6比2领先 在第二个冠军点胜出结束整场比赛 Murray的温王老冤家 现任球王Jokovic 今年意外提前出局 让他情势看好 而Murray也没让人失望 只花了两小时47分钟 就拿下他第二座温王南丹金杯 独享200万英镑奖金 让地主国球迷欣喜若狂 而Murray也激动地留下男儿类 UDN TV有报起编译 而紧接在Murray夺冠之后 英国人又多了一个庆祝的理由 那就是英国女将 Hether Watson搭配了 芬兰男网选手Henry Cunnington 夺下了温布顿混双的冠军 英国跟芬兰搭档 他们在决赛是以7比6 还有6比4 直播二打败了德国 跟哥伦比亚的组合 也夺下了温王的混双冠军 这是英分组合 他们生涯第一次搭档 就一举夺冠 英国女将Watson成为1987年以来 首度赢得温王的女子选手 而她的搭档Cunnington 更是公开年代以来 夺下了大满关冠军的 芬兰选手第一人 好 不过现在呢 在美国当地民众 恐怕是一点都没有 可以庆祝的心情 因为上星期连续两天 发生了黑人民众 被白人警察枪杀的事件 许多人极度不满 警察针对黑人族群 采取了过档 而且歧视的执法手段 因此呢 在涉案的这三名警察 被强制修行政架之后 全国各地依然是群情激愤 民众走上街头 他们发出怒吼 另外其中呢 在明尼苏达州 还有路易斯安那州 这几个地方都有抗议民众 和警方爆发了激烈冲突 并且呢 到是目前为止 就已经有估计将近200人 因此被逮捕 黑夜之下 绿色烟雾四处弥漫 还不时可以听到爆裂声响 警方喝枪时代和民众对峙 场面异常紧绷 美国明尼苏达州 和路易斯安那州 连续两天都有警察 枪杀飞翼男子 之后 全国各地 接连爆发示威活动 抗议警方执法过当 示威民众九号晚间在 明尼苏达州 跟警方爆发冲突 警方说抗议人士封锁当地的主要道路 还有人朝警察丢职石块等物品 至少三名援警因此挂彩 因此警察开始逮人 并使用烟雾弹来驱散人群 而在场民众则表示 警方还使用了催泪瓦斯 和橡胶子弹 另外在路易斯安那州 也相当不平静 示威者封锁道路和桥梁 上百人因此到警方逮捕 其中还包括了黑人的命 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代表人物Maxson 黑人遭警察枪杀事件 以及随之而来的达拉斯杀警案 再度加深美国警民矛盾 但在达拉斯警察总部外头 也有许多民众聚集 献上鲜花 蜡烛 悼念遇难的远警 可见社会还是有温情 至于狙击警方的枪手 警方调查发现 他原先可能就有计划 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 但是因为刚好发生了两起 黑人遭到枪杀的案件 才让他决定提早采取行动 用子弹夺走五名远警的性命 UDN TV 谢雨晴编译 好 不过谁说囚犯就不能当英雄 一般来说如果有犯人越狱的话 通常会对治安造成极大的威胁 因为谁也无法保证 这些逃犯他们要去哪里 要做什么 不过前几天在美国德州 有一间监狱的犯人 他们打破牢房的大门 但是目的不是为了逃跑 而是要拯救 因为心脏病发 当场倒地 不省人士的监狱警卫 美国知名影集《越狱风云》 2005年在美国开播造成轰动 剧中男主角无所不用其极 带领同伴逃出监狱 但是美国近期却发生一起越狱事件 不过囚犯不是为了逃跑 而是要救人 美国德州一所监狱 拍到原本负责监管囚犯的预警 突然心脏病发 失去意识 尽管一旁的犯人不断叫喊 仍然没有用 眼看迟迟没有其他预防人员 来帮忙 囚犯只好自行破门呼救 预防人员听到叫声后 一开始还以为是有人打架 后来才知道是有预警昏迷 随后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实施CPR急救 才及时救回预警一命 其实这些犯人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呼救 因为预警都配有武器 若是他们误以为囚犯挟持人质 很有可能会开枪射击 而网友得知这个新闻后 也大赞囚犯救人一举 同时赞扬预警冷静行事 才没有酿成悲剧 不过预防在这起事件后 已经加强牢房大索 以后犯人还想破门而出 恐怕没有这么容易了 U点TV 陈欧远编译 好 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再来我们把焦点带到日本 日本参议员他们的任期六年 那参议院每三年 就会改选半数的席次 而在昨天落幕的参议院选举当中 执政联盟几乎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首相安倍晋三所属的自民党 只差一席就可以单独过半了 那如果我们把自民党 公民党 还有其他同样支持修宪的在野党 其次通通加起来 那么要通过三分之二 也就是162席的修宪门槛 可以说是完全不成问题 只不过这次投票率只有54.7% 是史上第四低的 可见日本还是有不少失望的选民 他们对投票根本就完全不感兴趣 龚赫生掌声不绝于耳 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 这是10号日本参议员大选后 自民党党部的现场情况 这次选举结果比安倍预期的还好 这次改选了一半的参议员 也就是121席 其中安倍所属的自民党改选50席 选后增为56席 而公民党改选9席 选后则增加到14席 执政两党共拿下70席 江上飞改选的席次 以及五党级的4席 将渴望通过总席次三分之二 也就是162席的修宪门槛 这次也是在野的民进党 整合改民后首次的大型选举 但席次却有改选前的43席 大幅减少到32席 而共产党则有原来的3席 增加到6席 这次投票率只有54.7席 虽然比上次参议员选举 多了两个百分点 却是史上第4席 看来日本选民对于安倍经济学 就算不满意 但似乎却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南横及到路媒体 则是对修宪议题大篇幅报道 他们担心安倍将完成任内最大使命 也就是修改宪法第9条 到时日本可能将自卫队改为自卫军 像正常国家一样行使武力 影响整个东亚局势 U点TV 正经就编译 画面上的南美洲秘鲁古城马丘比丘 是许多游客心目中的梦幻景点 不过现在却面临着垃圾危机 稍后就要国际新闻 我们带您到现场去看看 这问题有多严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大多数在台湾的我们来说 战火这可能是一个蛮抽象的概念 不过现在对南苏丹民众来说 战火恐怕将成为他们卷土重来的恶梦 全球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再度爆发动乱 从上星期四开始 分别支持总统和副总统的这两支部队 在首都猪八爆发了冲突 到目前为止呢 至少已经有200多人不幸死亡 另外联合国基地还有维和部队 也受到动乱的波及 外界很担心这个在2013年才终于不再受到内战摧残的国家 恐怕又要陷入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 全球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动乱再起 恐怕将再陷入内战 7号起敌对派系在首都猪八爆发冲突 就连联合国基地以及美国外交官车辆也遭受波及 至今已经造成至少272人丧生 包括33名平民 大陆的维和部队也一死六伤 冲突双方部队分别效忠总统基尔跟副总统马查尔 两人当时正在进行和平会谈 而场外冲突则是由会议地点附近快速蔓延到全市 尽管总统副总统两人都出面呼吁保持冷静 好让他们可以恢复谈判 但冲突仍旧不断 2011年才独立建国 南苏丹在2013年爆发内战 主因是属于努尔族的副总统马查尔 指控丁卡族的总统基尔走向独裁 要挑战总统大卫 基尔则是反控马查尔企图政变 一度免除他副总统职务 甚至还引发种族屠杀 造成约30万人死亡 超过186万人流离失所 双方一直到去年8月才达成和平协议 终结内战 话虽如此 双方在权力分配以及部队整合上 却始终没有进展 南苏丹人就因为两人的暗斗 而动荡不安 余电NTV邮报其编译 同样动荡不安的 还有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 当地严重的经济危机 导致物资严重不足 民众甚至不惜抢劫超商 只为了获得粮食 获得最基本的温饱 眼看再这样下去 实在是不行了 美国当局昨天暂时开放边界 让民众到隔壁国家 哥伦比亚去采买物资 希望可以稍稍缓解 食物以及生活用品短缺的困境 而当局估计 昨天短短12小时内 就有3万5千人涌入哥伦比亚 疯狂大采购 成千上万民众聚集 排成长长人龙 兴奋全部写在脸上 总算进入市区后 还有人开心地放声高歌 这可不是中南美洲的嘉年华会 这些委内瑞拉民众 疯狂涌入邻国哥伦比亚 其实只是为了要抢购 食物和药品等生活必需品 我过去乱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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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内瑞拉总统马杜洛 去年以打击毒品走私为由 下令关闭和哥伦比亚的边界 但由于国内近来深陷经济危机 引发民生物资严重短缺 为了缓解国内需求 马杜洛同意10号这天 短暂开放边境12个小时 让民众到哥伦比亚采买 难得可以疯狂大采购 许多民众在前一天晚上 就已经迫不及待 来到边境排队 文内瑞拉当局估计 当天约有三万五千名民众 涌入哥伦比亚扫货 几乎每个人都提着大包小包 满载而归 然而这样的购物潮 却也更加凸显了 文内瑞拉民众面对国内现况的无奈 有联TV 谢雨晴编译 好 那接下来这次新闻 同样是来自南美洲 位于秘鲁的古老城市遗迹 马丘比丘 被誉为天空之城 各被全球许多游客列为 这辈子一定要超胜的景点 但也正因为这样 所以这里的游客 实在是太多了 每一天 产生的垃圾量就高达 一万四千公斤 这座小镇根本就消化不了 所以民众在路上 到处可以看到 一袋又一袋的垃圾堆积如山 领和国教科文组织 因此发出了警告说 如果垃圾为基教杖发展向去 那么这座美丽的古城 恐怕将被列入 冰临危险的遗产名单 放眼望去云雾缭绕 秘鲁印加文化遗址 马丘比丘的壮丽景色 每年吸引大批游客 慕名到访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堆积如山的大量垃圾 让这座美丽古城难以附和 马丘比丘当局统计 小镇里每天产生的垃圾 高达14公顿 但因为当地没有足够空间 又缺乏完善的垃圾处理机制 一袋又一袋的垃圾 在送到掩埋场前 只能堆在路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因此发出警告 马丘比丘恐将因此 被列入冰临危险的 遗产名单当中 马丘比丘 平均每年约有100万名游客造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先前就曾表示 庞大的游客人数 恐怕将对遗址的完善保存 造成威胁 而如今垃圾危机难解 更是让当局头痛不已 有点TV 谢雨晴编译 除了要铲除垃圾 也要铲除妖魔鬼怪 新版的Ghostbusters 魔鬼克星 星期六在美国洛杉矶 取行了首映 当然剧中演员还有电影团队 也都来到红毯上亮相 不过由于在新版电影当中 打鬼的主角 从四个男生变成了四个女生 因此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批评声浪 他们认为电影公司 毁了一部经典之作 不过导演跳出来管家说 希望观众给这部电影一个机会 等到你看完之后 再来评论 巨大的棉花糖宝宝 助力在洛杉矶街头 粉丝cosplay剧中角色 在红毯旁热情招呼 1984年经典的魔鬼克星 重启版9号在加州举行首映 但新版魔鬼克星预告片 在3月一推出 就出现不少批评 不仅以超过90万个不喜欢 登上YouTube史上最不受欢迎预告片 还要主要角色全部改为女性 也让许多老粉丝无法接受 部分网友认为 电影公司搞错方向 就像找四个男演员 来演《欲望城市》一样 但导演仍希望民众不要有预设立场 只要看完电影后 态度就会改观 我感觉很棒 我实际上觉得 我认为大家都会感到 很可怜 因为当他们看完电影 只能让你笑 只能让你笑 我只能说 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看看我们的事情 还有不少人认为原版由 Ray Parker 演唱的主题曲《朗朗上口》 但新版融入摇滚元素后 反而冲淡了主旋律 不过日本邪星《杜鞭》 许多元素会勾起印迷往日情怀 《魔鬼克星》将在台湾时间14号上映 到时印迷就能进西院 一睹抓鬼特工队的独特魅力 有点TV 陈鞭元编译 也有很多人等不及要体验 无人驾驶车的魅力了 有日本厂商推出了一款 无人驾驶的电动小巴 它的车箱里面 没有驾驶座 没有方向盘 而且整辆车是透过GPS定位 来自动驾驶的 只不过因为日本到现在 还是禁止无人驾驶车 在国有道路上行驶 所以这辆电动小巴 它目前只能够在私人土地上 提供载客服务 日本厂商DNA 推出一款新型电动小巴 一进到车厢 只看得到乘客座椅 没有驾驶座 也没有方向盘 这台电动小巴 透过GPS定位 在侦测位置的同时 可以在一般路面 沿着看不见的轨道 用最高时速40公里 进行自动驾驶 其实这款小巴 已经在瑞士法国等 15国的私人土地上 提供载客服务 只要遇到行人 就会自动停下 但如果发生事故 该由谁来负责 亦游州规定 如果远距操作的交通工具 发生事故 加把管理者实为驾驶 负起责任 目前日本还没有相关规范 所以一律禁止 无人驾驶的自动车 在国有道路上行驶 不过从8月起 这辆成新的电动扫巴 还是会在清夜县 一间购物中心旁的 私人土地上 为民众提供服务 有点TV 陈金秀编译 LPGA年度大赛 美国公开赛惊天落幕 经过三栋延长赛 美国球员Britney Lang 拿下了生涯第一座 美国公开赛冠军 而根据赛后的最新世界排名 我国选手鲁晓晴 还有龚怡萍 他们将渴望代表台湾 参加里约奥运 新闻最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 精彩的比赛画面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王显瑜 我们再会 Geslob 火锅 没る Vous 你能按下 明天 で 有点 可以 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